谢谢台长开始 请问把家里吃剩的饭菜洒在后院 会由小鸟 中厨等小动物来吃 这样是不是也算做功德呢 谢谢台长 首先把自己吃剩的给动物吃 良心打扎的不好 而你有本事给人家吃好的东西呢 有没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告诉你 像这种 洒在这里给人家吃 不叫功德 叫善事 有没有善事啊 善事有的 那个经文里面也讲到 我今为补一波之石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为促成 也是为他 你只要给他有这个信念 去帮助他 去为他 你都有善事 善意 善念 但是能不能有功德呢 不知道 没办法 当然他如果 很多很多的善事聚起来的时候 他念念 功德保善承受 他就能转换 明白吗 还有呢 谢谢台长开示